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著頭顧高布杰 今天台股又上漲了88點 其實我還替大家 應該說替投資人感到開心 因為又有一次反彈 讓你做賣出 或者是之前在一個月前 你沒有賣股票的人 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反彈 讓你做解碼 好 我基本上今天還是 替大家感到一個開心 不過呢 這個盤到底是不是回升呢 還是要 它只是一個反彈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他已經開始看到 連五天的上漲之後 會開始轉為一個 樂觀的一個氣氛 我相信你打開媒體 打開報紙 基本上都是這麼說 不過我還是秉持我的原則 叫做我看裡面的結構 我覺得不對勁 我形容一個情況 一場戲 裡面的主角休息了 裡面的主角不演了 居然當配角來演 當用配角來單挑踏樑的時候 台股就這個現象 主角不漲了 漲不動了 居然用配角來漲 那你覺得這行情對嗎 我等一下一一分析給你聽 你就會知道我要跟你講的 到底有沒有道理 來 今天大盤 持續上漲88點 我剛講到說 如果你在這裡沒有賣出的人 現在談起來我替你高興是 你在這裡沒有做減碼的 這段殺下來 反彈上來 它是讓你做減碼的 好 我跟大家講 我看到的是 它只是一個反彈 不是回升 因爲什麼 結構不對 結構不對 問題是 今天上漲的結構 都是之前的叫做 弱勢股 那也就是說 今天上漲都是什麼 弱後不漲股 我證明給你看 因為今天四個半小時當中 你看到指數上漲 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些 結構的問題 來 一一點出來 來 看這邊 今天誰在漲 台塑 漲超過4% 好 台塑漲不錯啊 但是你要回頭過來看 台塑是之前跌最深 而且是領先大盤跌破 10月中的這個低點 大盤的低點在這裡的時候 它領先跌破 它是一個弱勢股 今天出現反彈 好 那你覺得呢 這個大盤在漲的過程當中 是這種弱勢股在補漲 在漲 單挑大樑的話 你覺得這個大盤有機會回升嗎 當然繼續來 今天漲什麼 好 你看到大盤 我剛講的 大盤的低點在這 台塑的低點跌破 現在在反彈 好 那你看清楚 這個大盤的結構 好 當然除了台塑之外 還有什麼股票 來 這叫南亞 今天漲3.6% 好 你看喔 它也是之前弱勢的股票 比大盤相對弱的股票 今天漲什麼 漲弱勢股 弱勢股在補漲 那也就是說 大盤是補漲股 弱勢股在補漲的話 那你覺得大盤是回升 還是反彈了 還有什麼股票 台化漲3% 今天漲這些股票了 對 它是全持股 但是你從結構你看 它跌破大盤的低點在這 大盤的低點 它這裡跌破了大盤低點 大盤低點在這裡 我們大盤都還沒跌破 它前一陣子先跌破了 所以今天談上來 就是屬於弱勢股 在做一個補漲反彈 所以我一直強調 一出戲啊 主角不演了 居然讓配角來單挑大梁 在演的時候 你覺得會叫做嗎 你覺得這個大盤 主角不漲了 而是配角在漲 而這個配角是 之前弱勢的股票 台化之外 還有什麼 今天漲什麼 遠東興漲3% 傳殘股 我們剛看的都是傳殘股在漲 好 那你看到這個你就會知道 它這裡幾天前領先跌破大盤的低點 大盤低點 大盤低點還沒破 在這裡 它居然可以領先跌破 那今天在漲什麼 漲弱勢股 弱勢股叫做跌升反彈 我還是強調 結構不太對 還有 繼續看 漲這個張銀 漲2% 2.2% 它之前是怎麼樣 前幾天 上個禮拜跌破了大盤的低點 領先跌破 它要弱勢股 跌升 反彈 弱勢股 跌升反彈 好 再來什麼 統一漲3% 它也是之前 相對大盤弱勢的股票 在做補漲 當你看到這些 這是傳占股 當然電子股裡面也有 這叫台達電 創了反彈的興高 但是你注意看 它的低點在這裡 在11月 這個位置上 那大盤的低點在哪裡 在這裡 它呢 卻是在這裡 它是一個弱勢股 在反彈 在跌升反彈 我一直強調 你在看盤的過程當中 你要把結構看清楚 看好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大盤 結構不對勁 今天大盤是上漲的 對不對 是一根上漲的 但是它裡面的結構不對喔 不對喔 好 那我現在要很沉重的 告訴你一件事情 主角沒有漲 主角是誰 台積電 來你看這邊 它今天本來是開低喔 來我們看這邊 這邊特寫 開低 勉強收平盤之上 小漲一點點 好 主角是台積電 台積電佔權值最大 那你看喔 它這裡漲不動了 它進行扇行 扇行 通常啊 在進行扇行的時候 你要注意 它會回撤 這個七張點 10月12號的七張點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 我認為這裡面有一件事情 你要非常注意喔 這個是兩天前的一個新聞 國發基金想要賣台積電股票 立委說不行 因為它要賣多少 17萬張 它要賣17萬張 那立委質疑什麼 就說不行啊 台積電每年啊 配息的貢獻度是達到5億元 為什麼 為什麼國發基金想要賣這個 長期持有的這個台積電呢 它一定看到某些事情 它看到了這件事情 大陸的崛起 大陸在扶持他們的晶圓代工廠 未來中心就是要追 追去搶市占率 講大陸內需市占率 好 國發基金看到這件事情 很多事情沒有人會跟你講 內幕 那 我請到大家 立委在看這個配息 好 我幫他換算 他如果是 17萬張 我們用130塊來算的話 如果他把17萬張賣掉的話 他可以變現多少 200億 200億 我請教大家 如果你是個國發基金的操盤人 你很會算的人 你寧願去賺這個5億 還是要把這個2億入袋呢 相對的 未來的高點如果在這裡的話 為什麼不賣票 好 我這個訊息先跟你講 我看到這個訊息 我跟你講 或許大家沒有辦法解讀這些事情 我從這一點告訴大家 當台積電要回跌起長點的時候 有人認為 即便他產業這幾年會有問題 好 重點來了 我再給大家看一件事情 來 我今天要跟他講一件事 你不要看上漲 你要注意 我側標語寫一件事情 當主跌段要來的時候 你準備好了沒有 或許大家認為說 怎麼可能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來 我跟大家分析 來 道士理論 道士理論你有講到 這個道士兄弟 有一個叫多頭哥哥 叫空頭弟弟 好 多頭呢 基本上有分三個階段 一個叫出生段 他出生段通常是怎麼樣 出生段在漲的時候 因為經濟數據表現不好 但是股市上漲 大家對他存疑 但他就是漲 那進入主生段的時候 經濟數據會開始復甦 所以投資人開始全面進場 法人全面進場 陌生段的時候 通常是經濟數據 極佳的時候 市場對股市會非常樂觀 這就是多頭哥哥的一個趨勢 好 那你注意看我今天要跟你講 空頭弟弟的事 我們看這邊 來 這邊 重點我跟你講這個 在出跌段的時候 你看到經濟數據 還不錯喔 企業的獲利屢創紀錄 屢創新高 但是 股價會停滯 居然不漲 甚至是下跌 現在就有這個狀況 我現在要跟你講的 道士理論的多空循環裡面 用多頭哥哥跟空頭弟弟 來跟你形容 我要告訴你 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我證明給你看發生什麼事 來 我們剛剛談到了 在股市出跌段剛開始的時候 企業獲利會屢創紀錄 但是股價會停滯不前 停滯不漲 甚至下跌 我證明給你看 現在就已經發生這個狀況了 來 這叫大力光 它營收一直往上創新高喔 也是年增率暴增喔 好 但是它獲利非常好 已經創下歷史紀錄了 但是呢 當你看到營收創新高的時候 居然股價沒有創新高 不再創新高 甚至停滯 那你就要小心了 是不是真的 道士理論的空頭弟弟來了 再來 這叫鴻海 鴻海也是啊 股價 營收不錯 獲利甚至會挑戰 超過明年 但是呢 股價會怎麼樣 股價居然不漲 反跌 反下跌 它已經出現了什麼 它已經出現了告訴你的 在 道士理論裡面講的 這個叫空頭弟弟的一個出跌段的趨勢喔 你不可以忽視這一些事情 再來 還有沒有 有 這叫可乘 營收一直大增 創新高 獲利也 也超過了 創新高的一個紀錄 來了 重點來了 它股價居然不漲還反跌 股價不漲還反跌 股價不漲還反跌 這是一個非常大家要警覺的現象喔 再來還有 這叫聯發科 10月份創新高 但是獲利呢 比去年還要好 但是股價會怎麼樣 股價卻沒有同步創新高 甚至下跌 不漲還下跌 這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你要把這個多空趨勢分別清楚 現在正在進行這一段喔 這一段已經來了 接下來要迎接這一段喔 來你試試看 主跌段會怎麼樣 經濟股價衰退 市長恐慌拋售 這一段快要來了喔 快來的時候 你要注意了喔 現在的大盤位置還在這個 這是周線 還在這裡喔 當接下來要進行主跌段的時候 你做好整備有沒有 做好什麼整備 你做好調整持股 降低持股 甚至呢 你有沒有做好整備 往下操作避險的動作呢 你有沒有做好 你有沒有做好整備 如果你有做好整備 我相信未來你是會一個 會是市場最大的贏家 因為當趨勢往下的過程當中 你要面臨的是什麼 接下來 或許大家會問問說 現在還沒看到經濟出去轉差啊 對 沒錯啊 初跌段就是這樣 當你看到轉差的時候 一定是初跌段已經進行了 市場才開始看到轉差不對勁了 其實早就 股價早就開始下跌了 就大家在砍殺 當那一段來的時候 你就來不及了 所以今天在漲88點的過程當中 你現在還來得及 所以我請大家做好整備 當主跌段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好整備 我請大家趕快做好整備 那下個階段 我告訴大家 有些股票你真的要趕快避開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就坐在那裡 紐約 東京 香港 世界回合交通智負 台北車站十分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晚上也是所谓的平安夜 那也祝大家在明年 我相信再过几天就会迎接所谓的2015年 我希望投资朋友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在2015年能够平安顺利 在股市中能够赚大钱 那相对的就是 对 我们要接下来迎接2015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方向做错了 那我相信那会受伤惨重 我事先先告诉大家 因为从技术面我告诉大家说 从道士理论的多空循环里面 现在已经进行这一段了 已经进行这一段了 现在在这里 现在这里 初跌段这里 这里反弹 接下来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有的股票早就已经在进行了 因为它试用上所有的股票 怎么说 在八野理论里面讲的话 它会告诉你趋势在哪里 当跌破的时候 反弹要早卖点 为什么会跌破 就是趋势转空头了 好 转空头 空头地底来了 哪一些股票 我之前有告诉你 12月12号告诉你 五峰 它就是空头地底来了 那八野告诉你 这里要赶快卖股票 你这一段 你之前没有避开的 你之前自己跳进去 听人家说五峰好 跳进去买套牢的 但你要把握这一段的反弹 做逃命 做卖出 那我相信我要把风险转为利润 把下跌风险转为利润 那你也看到了 当八野敲门之后 来跟你招手的时候 它就开始下跌了 好 继续跌 杀出量来 再来 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哪里该加空它 因为它趋势往下了 好 它真的往下了 继续跌 好 相对的你会空 你会空 空头不会一直跌会反弹 那你要懂得怎么补 你要怎么补 嘿 怎么补 好 我都证明给大家看了 其实空头已经来了 空头的市场当中 股票就是会顺势 要顺势操作 必须要顺势操作 因为为什么趋势未形成 谁让这个趋势形成 大户 主力 大股东 很多事情是你没有事先知道的 但是有人可以事先知道 它未来的状况 所以我一直强调 股市的险恶远超乎你的想象 如果你没有真功夫 如果没有一个方法的话 你绝对不要来股市当中投资 相对的 放空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技巧 好 当五峰下跌后 我请首要五峰你的注意 当这段没有避开 你反弹 你又没有跟上我的脚步避开的话 那它下一个空点在哪里 它下一个空点在哪里 我的会员朋友都很知道 尤其是这一阵子来 跟我们操作 这一段你转起来之后 接下来下一个空点在哪里 我们会员朋友都很知道 所以你手上有五峰像这样股票的人 你套牢的人 你要赶快积极一点 为自己找方法 解决方法 解决问题 有 那你就赶快报名财富从未被计划班 这里面呢 价差跟放工策略 不管 你是不是套牢在上面 我们去想办法把你的价差赚回来 赚回来 重点是 如果你带个人感情 你不愿意卖 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是什么 当初你跌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卖 该停损你不停损 那弹上来你还是不愿意卖 因为你有个人感情在的话 那你需要一个人帮你 在股市当中 带你做买点跟卖点 空点跟回补点的一个操作 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除了五峰之外 请听好 首相有宏达殿的人 上个礼拜 你如果看我节目不相信我 不相信高副总讲的 你没有避开的人 你现在请听好了 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 请听好了 当时我告诉你说 我这一阵来都没空他 但是很多人在这里买的时候 套牢之后 反弹上来还是不愿意卖 因为你带有个人感情 你赔钱不愿意卖 也不会设停损 你没有方法 你就杀在乱买 但是我告诉你说 我这一段都没空他 但是他快来了 你有他的 你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好 我一直呼吁 我就是在等那个点 我们不会乱照镜的 我们不会乱动作的 而是当讯号出现的时候 12月12号告诉你 来啊 来啊 那你手上有的人 你一定不愿意卖 说我还在赔钱 我怎么愿意卖 你怎么愿意卖 对不对 你当初这么想 但是呢 如果你带个人感情 你当然不愿意卖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客观的人 你有方法的话 你一定会 这样做 好 来 我还是告诉你 不要说我没提醒你 我要来哦 12月16号 哇 有没有下来 我直接都跟你讲 你有没有避开 有没有避开 再来 继续叠 好了 你没有避开 是因为 你长期套牢 你觉得 算了 抱了还会回本啊 我就跟他耗了 请听耗 来注意哦 手上有红达电的注意 来 这一段怎么杀的 你还记得吧 这个低点什么时候会再破 先破这个大量低点 这个大量低点 量价不会同到底 这个大量低点 而先破 什么时候会破这个低点 当你破的时候 你那时候才警觉说 高副总当初在高档跟你讲的 你不相信 结果呢 那时候你才觉得 对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你手上有红达电的 来 赶快报名财富重分配巨大班吧 我还是呼吁你 我还是呼吁你 再来 手上有TPK的注意 这两档也是 鸡肋啊 大家很喜欢玩 但是呢 重点很喜欢买 但是重点是就是 它不会涨啊 这一段怎么杀的 你套牢不愿意卖 结果他弹上来让你卖的时候 你又不愿意卖 那我说来了快来了 等我指令 赶快跟上我脚步 好 当讯号真的来了 12月10号我跟你讲 哎 哎 两家贝里的 我要出招啊 那你可能还是不相信 你认为说 哎呦 你在诅咒股票下跌 不是 我们是用很客观的方法 好 我跟你讲 换我出招 我一直提示你 你有的赶快避开吧 不然 我怕 会造成你的亏损 来 再加工 不要说我没跟你讲 我都提示过了 来 但是懂了空也要懂得补啊 有啦 好 请注意听好 有TPK注意听好 他另外这空点跟卖点在哪里 你要掌握住哦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来 把握住财富处逢费计划班 但是我真正我要带我的新加入的会员朋友 我要做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是我要复制可乘的计划 这几天我已经告诉你了 告诉你这件事情了 来我要跟你讲的是 这个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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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听也对你没帮助 而是 我帮你找到一档 我现在正在锁定的 这叫头肩顶形态的 它在右肩 那一等距百幅它会跌回起长点 因为刚好价格这里涨58块 就会从颈线这里 跌58块 跌到起长点 那刚好它在位置上 它如果拉得越高 你获利空间就越大 就越大 那我帮你算过了 从这里啦 从这个地线到这里 有这样的空间喔 价差有这样的空间喔 好 那这样的一个复制的模式就是 很多的股票其实它都告诉你 它走空了 但是大家不相信 很多的事情都告诉你 它走空了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 来注意看好啰 你注意看喔 前几天它这根杀下来 带亮的喔 带亮的喔 你注意喔 它要来喔 它快要开始了喔 我希望它拉得越高越好 为什么 拉得越高 你的这个空间就越大 就越大 你这个价差的空间就越大 你懂意思吗 它快来了喔 来你仔细看 这是60分钟线 它这里已经紧线跌破了喔 它反弹是一个弱势反弹喔 它即将 应该是说 这几天是你最好最好 出手的机会 最好出手的机会 因为 我说到这个头肩顶的威力是很大的 它会跌回七张跌 它从这里涨上来 而且这个头部足了将近八个月 你看到鸿海的下跌 你看到可乘的下跌 就是因为头部很大 所以会跌翻了 跌到让你受不了 跌到让你无法想象 但是你有这样的股票 你当然要避开 但是呢 我要把下跌风险转为利润 所以这档股票 你千万不要错过 我一次诚挚地邀请你 现在现在大涨的时候 是你最好来加入 我这个财富重分 被计划班的最好时机 而不是等到主题 开始杀的时候 你才加入 那就太晚了 太晚了 所以你思考好 你决定了 要为自己在过年前 赚一个大红包的话 你等一下就把握住 我们下面的服务界的话 跟我们服务人做一个联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谁说了散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市盘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饭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雇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固德投雇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雇 固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雇 固德投雇 最甜蜜的投雇 固德投雇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家里的窗 它给我们安全与依赖 窗的传承者 额牌气蜜窗 29871111 川普国家里的窗 最技术 先用基层5分钟 小杀 下车先用 适合 我都是 我们在